前文在族的书接上一回,话说胡飞和袁子依搏斗, 颈黑之间两个人已经拆了三十几招, 秦内芝、周铁潮和黄氏兄弟等人, 见到这样都害怕了, 这两个人小小年纪, 武功上竟然有这样的造艺, 其实他两个人这个时候较量, 不过是使出六七成功夫而已, 胡飞见到袁子依每每一紧要关头, 故意不落杀着, 那自己在刀下也让他几分, 一边打一边想, 他这样对待我到底是什么用意呢? 刚才周铁潮, 曾铁钢, 殷仲长三个人出手对付胡飞都拿不到彩, 那那些武官心知肚明, 单打独斗, 当然不是胡飞对手, 现在见到袁子依潜似他, 正是下手的梁姬, 各人打过眼色, 装作罪精、会臣、观战, 就分散了两个人的周围, 慢慢地逼近, 准备合击胡飞, 各位, 凡是武学高手和别人对敌的时候, 都眼观六路, 就以听八方, 周铁潮等人这种神态, 胡飞当然看在眼内, 他担心, 这帮人马上就要一涌而上, 我想脱身虽然不难, 不过就分不出手来照顾二妹, 他一睬眼, 见晴灵素站在一边, 神色自弱, 他想, 以后打退了袁姑娘先, 再来对付其他的人, 这样一想, 立刻出出出连斩三刀, 这些是胡家刀法中的利害招数, 袁子依一臂二党, 喝一声彩, 好刀法, 突然回过场边, 竟然不去抵挡胡飞, 刺离自己腰间的刀尖, 一招凤凰三点头, 对着曾铁欧, 周铁潮, 秦内之三人的面门, 各点一点, 这一招来得极之突然, 三个人连望向后跳开, 曾铁欧终于慢了一步, 被边尾额头拆过, 带出一条血痕, 就在这个时候, 胡飞的刀尖离开他条腰, 也只不过是赤领, 结果突然间, 外边帮自己打退敌人, 这刻又被一找, 把单刀不进不退, 就停住不动, 这下功夫真厉害, 在这么急招的时候, 将话多一停, 就停到好像钉着在半空中那样, 比起继续刺过去, 真是难多十倍都不止, 原子依望实胡飞说, 你为什么不刺过来呢, 忽然听见曾铁欧大声那样叫, 哇, 这个哥哥妹妹, 他又几会体贴人呀, 原子依即时板起一面, 收边围腰对胡飞说, 胡大哥, 这几位英雄好汉, 你和我引荐一下吧, 好, 这位是八极权的掌援人, 秦内之秦大爷, 这位是英爪眼行门的掌援人, 周铁朝周大爷, 跟着将黄劍英, 黄劍杰两兄弟, 和曾铁欧, 汪铁岳等等一一引荐, 这阵时黄劍杰已经将恩仲祥救回醒, 只听见他不停口地咒骂奉天南, 那他这么卑鄙无耻, 我几大都要找他来选长, 胡飞最后介绍说, 这位是袁姑娘, 港元的心一动, 立刻就补充说, 袁姑娘是少林伟陀门, 往西八仙剑, 湖南逆家湾九龙边三派的总掌门, 大家一听, 虽然想着胡飞不会车大炮, 但是都不是怎么信, 袁子依微微笑话, 你还没讲清楚, 寒丹府昆仑都, 张德府天罡剑, 保定府哪吒拳这三门, 也都请我做了掌门人, 胡飞说, 哦, 原来姑娘又荣任了三家掌门, 恭喜, 恭喜, 多谢了, 这次我到北京来, 原本是想做十家总掌门的, 但是湖北武当山的毛青子道长, 我打他不过, 河南少林子都大致蟬, 我又不敢去批评他, 刚好, 有三位掌门人在这次, 喂, 傅老师, 你蔡北雷殿门的掌门老师, 麻老夫子, 有没有来北京啊, 那个是雷镇党的姓储的武师, 单名一个轰字, 听他问到师傅就回答, 家司一向不在内地走动, 有什么事都交给弟子去做的, 原子依说, 好, 你是大师兄, 算得是半个掌门人, 那呢, 今晚我就抢三个半掌门人, 十家总掌门做不成, 随便九家半都算数是啦, 这句说话一出, 周铁朝等人面识都变了, 秦内智就抱拳下我来说, 哈哈哈哈, 少林伟图门的掌门万学生大哥, 和在下有几十年的交情, 不知道为什么要将掌门的位让给姑娘气呢, 原子依说, 万大爷死了啦, 他师弟刘学真打不过我, 那三个徒弟就更加没中用, 我们拳脚刀枪上面分上下, 这个掌门的位置不让都要让啦, 秦老师, 我领教一下你的八极拳功夫先, 然后再和周老师, 黄老师, 柱老师, 他们三位过下招, 我做了九家半总掌门, 那去到天下掌门人大会出了光都好啊, 这几句说话, 真是一点都没有将周、 周、蠢、黄柱几位高手看在眼内, 他现在这样一叫阵, 周铁朝、 黄健英等人都是天下文名的武林好手, 就算当堂丧命啊, 也绝不能够退缩的了, 周铁朝说, 我们鹰酒眼行门, 自从先师世世, 一帮徒弟个个都不成喜, 先师的功夫, 十成之中学不到一成, 姑娘肯斥交, 闭派上下, 个个都觉得光荣, 不过这样, 我们这帮师兄弟都是蠢才, 只是学了些先师全落的功夫, 其他派的功夫就没学过, 袁子依说, 那当然呢, 我如果不会鹰酒眼行门的功夫, 怎么能够做到鹰酒眼行门的掌门, 周老师你大可放心, 周铁朝和曾铁欧都被袁子依激到面都黄, 他们收了奉天南的重礼, 为他出面调解, 做不成, 只不过是素兴无人的, 到底事不关己, 就没什么放在心上的, 但这个女子竟然走来, 硬硬要抢掌门的位置, 这样欺负到来, 不认真对待就不行了, 秦内智知道今晚是非动手不可, 刚才见到袁子依的功夫, 和胡飞是不相上下, 而自己呢, 就曾经输给胡飞, 于是就想取考一下, 他就想等袁子依和周王纪的人斗一轮先, 耗尽了气力了, 自己再来执死鸡, 于是他说, 周老师和王老师的功夫, 比兄弟就高得多了, 兄弟就躲在后面来好了, 袁子依说, 你不说我亦知, 你的功夫不及他们, 只要选弱的来打先, 留点力来对付强的, 外面草地陷脚, 我们进去凉亭里面过招, 进来啦, 我新一房就进了凉亭, 双脚并立, 沉肩撻垮, 五指并拢, 手心向上, 在小腹之前虚虚地托着, 正是八极拳的起手式怀中抱怨, 秦来只见了吃了惊, 我心想, 本派武功向来流传得不广, 但这一招怀中抱怨, 左薄低右薄高, 左手邪右手正, 显然是已经得到本派的深传的了, 他是哪里学回来的呢? 秦来只纳了胡飞一眼, 他又想, 那天我跟他过招, 当然没有使得起手式, 后来跟他讲论本门的拳法, 这招也没有提到, 不会是他传给这个女子的, 秦来只的心虽然是惊疑不定, 但一点都不动声息, 他说, 既然是这样, 让我搬开台椅先, 别得左手左脚, 袁紫衣说, 秦老师这么说就错了, 本门四十九路八敌权, 讲究的是小巧藤诺, 如果讲台椅左手左脚, 如果真的跟敌人生命相搏的时候, 难道也叫敌人搬开台椅才打吗? 他这番说话, 十足是掌援人教训本门小辈的口吻, 秦来只听到发面一红, 不搭他了, 一个战步冲入梁亭, 一招推山式, 左掌对着袁紫衣就推过去, 袁紫衣拎拎拎头说, 这招不好, 他直接不招架, 即是向左踏了一步, 因为秦来只面前有一张桌子挡住, 这一掌就推不到袁紫衣的身上, 这变招很迅速, 快步翻面鱼, 妖子翻身, 匹挂掌, 连洗三招绝招, 袁紫衣右角微微提起, 左手就放在右手之上交叉轮打, 一翻成就让拳, 跟着就快如闪电, 以阴拳打出去, 这个正是八夕拳中的第四十四式, 双打奇门, 这一招, 原来是秦来只的得意招数来, 不过袁紫衣这一招出得快到极, 秦来只一下防备不及, 急忙就斜身闪开, 马上一声, 撞到桌树, 桌上的茶杯就当堂跌了三只, 袁紫衣说, 小心点啊, 跟着左前身右前身, 左双撞右双撞, 一步三环三步九转, 八极拳的招数就好像语点一样打过去, 秦来之奋力招架, 见他使的招数没错是本门的拳法, 但是忽快忽慢, 偏左偏右, 又跟本门功夫大不相同, 袁紫衣说, 你为什么正是招架不还手啊, 你使的是八极拳, 不是挨打拳啊, 秦来之骂他一声, 小賤人, 一招青龙出水, 左拳成勾, 右拳门声打过去, 袁紫衣用一招锁一手, 拳拳挡他, 突然又差一摆, 翻手拿着他的右手, 扭了他的背后, 左手同时向上, 一下捏住他的肩, 顺势向前一怂, 将他扭到桌子, 刚好将他的口按到茶杯树, 喝一声, 喝茶啦, 袁紫衣洗这下分筋错骨手, 本来是平平无奇, 几乎无论哪一门哪一派都会用的, 只不过出手快到极, 秦来之骂的手腕刚刚被他手指碰到, 全身立刻被他继住, 又惊又怒, 吵了一声, 小賤人, 袁紫衣双手突然洗力, 咔嚓一声, 秦来之骂的右膊当堂脱脚, 袁紫衣放开他的手, 坐在圆椅上面微微冷笑, 这个掌援人的位置, 你让不让啊, 秦来之痛到他额头出晒冷汗, 喽声不出, 快步行出梁亭, 黄劍英立刻上前, 左手扶着他右臂, 右手握着他条颈, 一推一送, 将他肩膀关节就折回井, 然后, 他对袁紫衣说, 袁姑娘的八極拳功夫果然神妙, 让我来领教下你的八卦掌, 说完就走入梁亭, 袁紫衣看到他脚步形勻, 知道他是个敬敌, 为什么呢? 因为, 凡是本来练柔身八卦掌的人, 必定是步伐飘逸, 走起路来就好像双脚不见地那样, 但是他呢, 脚步落地极重, 有尘飞起来, 这个是由重至轻, 至轻反重, 根机就坚实无比, 胡飞顿顿顿下入梁亭, 拿起杯茶来喝了一口, 对袁紫衣低声说, 你这个人很厉害的, 不要轻敌, 袁紫衣睹低双眼, 小小声说, 我几次查过你的事, 你不怪我吗? 这句说话胡飞答不出来了, 你说不怪, 他连气三次, 把奉天南在自己手下救了, 你说怪他吗? 看着他现在似是有情, 又似是无情的双眼, 又怎么怪得下呢? 袁紫衣见到胡飞走入来, 叫自己提防, 心是十分安慰, 本来他的心有点害怕的, 怕斗不过这位八卦门的高手, 这个时候精神一振, 勇气倍增他低声说, 你放心吧, 脚尖一银, 跳上一张圆椅他说, 黄老师, 八卦门的武功, 讲究脚踏八卦方位, 乾坤信陷, 震对离近, 我们就在这些椅子上面过一下招来, 好, 黄劍英慢慢站上圆椅, 双手互圈, 一掌在前, 一掌在后, 胡飞又望了袁紫衣一眼, 有一梁婷走出去, 袁紫衣说, 八卦门内, 黄氏兄弟英杰齐名, 尽人皆知, 等会黄老师输了之后, 令底还打不打? 黄劍英的性格稳重, 不过听了这句说话都忍不住火起, 听他这么说, 似乎都还没动手, 自己已经输定了, 不生就双笑了, 他本来就不是怎么会说话的, 现在生气上来, 更加口渣渣说不出说话, 黄劍杰就说了, 你这个妹子太王氏, 你只要在我大哥手下摘得一八招, 我们两兄弟从此之后就不用八卦掌, 虽然王氏兄弟在武林又威望极高, 平常的武士连他们十招八招都接不住的, 现在黄劍杰一出口, 竟然说到一八招, 那就是一点都没有看少到袁子依, 袁子依立他一眼说, 我打败了令兄之后, 酸酸八卦门的掌门, 你还打不打? 黄劍杰说, 你认得这么快做什么? 打得赢我大哥再讲都不迟, 我就要问清楚先了, 黄劍杰还没有回答, 黄劍杰就问, 酸師是谁? 你问我师父做什么? 啊, 黄老师这次真是生气了, 要下杀手, 所以要问一问我师父先, 我师父明堂响的那头, 说出来吓坏你, 我不抬师父出来, 你尽管将你的八拐门的绝招洗出来, 开广又说, 不知者不罪, 你就劝打死了我, 我师父也不会怪你的, 这几句话真是讲正黄劍杰的心事, 现在听他这么说, 对了, 他就说, 这里各位都是见证, 港元阔一拳, 迎面击出去, 身锤掌起, 双脚已经移动了方位, 不要看他身躯肥大, 八卦门轻功一洗出, 直接好像飞燕略波一样, 原子依邪掌射力, 位置转动, 双手洗的, 故自然是八卦掌, 双脚行的也是八卦方位, 黄劍英连劈几掌, 都被他射开了, 两个人围着圆台, 在十二张石椅上面, 奔驰旋转, 哎, 好像弟弟的足衣恩那样, 但是越转越快, 呼呼呼声风响, 黄劍英想, 这个妹子人心思灵巧, 一味引我在石椅上面, 跟他隔着张台来打, 他的掌力根本就跟我没得比, 但是中间夹了一张圆台, 他就不怕我沉猛的掌力, 这个妹子的武功好杂的, 居然将我们门的八卦掌洗得头头是道, 哼, 我何必用平常的掌法跟他糾纏呢, 猛言间, 啊, 一声长笑, 脚步错乱, 手掌歪斜, 竟然将他父亲威震, 何索黄维阳的家传绝技, 八阵八卦掌洗出来, 你一路掌法, 黄维阳只是传给两个儿子, 外姓的弟子, 好像湘建明等人, 一个都不传, 但是在八卦掌之中, 就加了八阵图的道理下去, 所谓天地风云就为四正门, 龙虎鸟丸就为四旗门, 乾坤更迅为门, 陷离阵队为开门, 这四正四旗, 四开四合, 用到在武学之上, 哇, 杀时之间, 变化奇幻, 虽然是小小一座良庭, 竟然有暴阵作战的味道, 你这种八阵八卦掌, 袁子依不但没学过, 连听都没听过, 袁子依接了几掌, 已经觉得眼花缭乱, 心暗暗叫苦, 胡飞站在梁庭外面略阵, 也知道情勢不妙, 不过袁子依夸口在先, 说要抢八卦门掌门, 自己就决不能插手帮他, 眼见黄剑影越打越占上风, 弊了, 都不知道怎么好, 忽然袁子依左脚一纜, 上了一张台面, 他说, 在椅子上施展不开, 我们就在桌面上斗一下吧, 不过黄老师, 不准踩烂茶杯果碟的, 黄剑影什么都不说, 跟着上了桌面, 这个时候两个人距离就近了, 袁子依就不能够再取考, 对方打困了拳掌, 势必硬折硬折, 但是脚下呢, 就折了便宜了, 原来桌面上放着十二只茶杯, 还有四碟生果, 都是随便放的, 这样就不同的梅花庄, 青竹阵感, 每一处落竹点都有规律, 黄剑影的八阵八卦掌在平地上施展, 威力最强, 一上梅花庄, 变化受到限制, 威力已经减弱, 这阵时在桌面上面, 还要拍一下不小心踩破茶杯果碟, 就被这个古惑的梅钉耻笑, 于是他尽量不移动脚步, 一尾吹动掌力, 想着自己不用运用脚步掌法的奥妙, 只是靠深厚的内功, 就能够用一对手掌打碟的杯顶, 黄剑影是厉害, 只听见那掌风阔阔声, 梁廷旁边的花朵被那些掌力激荡, 有一片片花泛飞舞而下, 当袁子依跳上桌面的时候, 他早就将厉害关系想过度过, 眼镜对方有一掌掌好像疾风骚雨那样打过来, 他只是脚不停步这样跳前标后, 不和他对掌拆解, 因为只要被对方红运的掌力一黏住, 那就脱不了身了, 只见黄剑影右掌虚访, 左掌邪忍, 右掌正要劈出去的时候, 袁子依左脚的脚尖轻轻一跳, 一只茶杯就对着黄剑影旁边飞过去, 黄剑影吃了惊, 将身闪着就避开了, 袁子依猜到他避过去的方位, 两只脚连着这样跳, 七八只茶杯就接二连三这样飞过去, 黄剑影避开了头三只, 终于避不开第四第五只, 啪啪两声打动了肩头, 他用手掌劈开了第七第八只, 杯里面那些茶水茶叶, 临到他满头满面都是, 第九第十只茶杯又打动了胸口, 黄剑影, 黄剑影齐声怒叫, 站在旁边观战的汪铁岳, 楚冯, 恩仲祥等人也忍不住喊起来, 只见最后两只茶杯直奔黄剑影双眼, 黄剑影已经生气到极点了, 他猛力一掌击出去, 原子依踢茶杯来骚扰他, 原本就等他这一掌, 机会到了, 当然不错过了, 马上将他伸出闪, 一手就拿着他右手手腕, 左手在他的臂弯曲弛一面, 一扭一推, 黄剑影在旁边哀哀声大叫, 黄剑影的右手已经吓声吓了教, 这一手仍然只是沉沉常常的分筋错骨手, 说不上什么奇妙的招数, 只不过他出手快如闪电, 黄剑影是闪不及, 终于落得终身之痴, 各位,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书写上一回, 话说袁子依用分筋错骨手, 将黄剑影的右手打到脱胶, 他弟弟黄剑影双手一拍, 举着袁子依背后就撲过去, 胡飞一掌将他震开三步, 他说, 黄兄不要动, 说好是一个斗一个, 黄剑影面色惨白, 僵了地站在桌面上, 袁子依想, 如果就这样放过了他, 他两兄弟翻转头找晦气, 我就斗他们不过的, 袁子依真是下手不留情, 趁他无力反抗的时候, 咖啡的声, 将他左手关节也扭得掉, 用手指点在太阳月上面喝, 他说, 你这个八卦门的掌门, 让不让啊? 黄剑影就眉上双眼等死, 不说说话, 黄剑杰紧张他大叫, 快点放到他兄长, 你要做掌门做到你够啦, 说话要算数不, 算数不, 算数啊, 袁子依这样才微微一笑, 跳回落地, 黄剑杰扶着大佬, 头都不会这么急急地走人, 周铁潮说, 姑娘连气抢了两家掌门, 果然是聪明伶俐, 又不知还留下了什么妙计, 要来用在我这个姓周的身上, 这句说话明明是说他, 不过是使用诡计取胜, 说不上是真实本领, 袁子依说, 对付你鹰爪眼行门, 还用这些计计呢, 你三个师兄弟一起上呢, 还是周老师一个人跟我过招啊, 周铁潮说, 哈哈哈哈, 袁姑娘这么说话, 真是在门那看人, 将北京城所有的武林人士都看扁了, 周某自从十三岁起, 从来就是单打独斗的, 是吗? 那么十三岁以前, 就不是英雄好汉, 专是两个打一个的了, 哼, 我由十三岁起开始学艺, 是英雄好汉呢, 一生出来就英雄好汉, 有些人啊, 没有为硬膏都好, 始终不过是一只赖皮狗的, 周老师, 我不是说你吧, 你说周铁潮啊, 什么时候被人这样侮辱过的, 我心里生气得极减, 只不过呢, 他修养好, 只能哼了一声, 汪天岳就大叫了, 喂, 你这个妹丁跟我大师哥说话, 要客气一点就好, 不过, 袁子依知道他是个牛精佬, 没理他, 即是他周铁潮说, 拿出来放在桌面呢, 周铁潮恶言, 什么呀, 同英铁岳牌牌呢, 一听到同英铁岳牌几个字, 周铁潮的咸氧功夫, 多高都好, 都不能够装作神色自弱, 哈哈, 我们门的事你真是知道得不少, 他在腰带上面解下一个锅囊, 放在桌面, 同英铁岳牌就在里面, 你今天拿了我姓周条命先, 再拿这个牌, 你拿出来看看先, 谁知道是真还是假的, 周铁潮双手阵阵地解开锅囊, 拿出一块四寸长两寸阔的金牌, 牌上面双了一只探爪童鹰, 一只邪飞铁岸, 这个正是鹰爪眼行门中, 世代相传的掌门信牌, 凡是本门弟子, 见到这个牌就等于见掌门人一样了, 原来鹰爪眼行门, 在明末天啟崇禁年间, 本来是武林之中的一个大门派, 几代的掌门人都是武功却绝, 门规亦极为严谨, 但是传到周铁潮增铁欧他们这一代的时候, 各个弟子为满清权贵效力, 沾染了京师豪车的杂器, 武功就已经远远不及前辈, 后来直到嘉庆年间, 鹰爪眼行门中出了几个了不起的人民, 那这一门才得到忠卿, 这些就不多说了, 袁子依看了一下那个铜鹰铁眼牌之后就说, 看上来好像是真的, 不过也说不定, 原来袁子依刚才和黄劍一番搏斗, 虽然是僑幸反败为声, 不过内力已经消过很大, 现在他就特意说三说四, 一来要激怒对手, 二来也想休息一会儿, 周铁潮的为人见多识访, 当然知道他的心意了, 他不说那么多, 双手一阵一压, 突然跳上梁亭顶, 他说, 我们越打越高, 我就在梁亭顶来令教高招, 虽然他们的门派是以鹰爪硬行来做名, 当然是一, 就擅长鹰爪琴拿, 二, 就擅长硬行轻功, 他跳上梁亭顶, 全身在最危险的地方, 来到施展拿手的轻功, 跟对手来一次生死搏斗, 同时, 要令对手无法止取巧出鼓劾, 还有一点, 就要使到狐飞不能够在危急之中出手来帮助, 在周铁朝的心目中, 袁子依的武功虽然是高强, 到底是个女流之辈, 真正的敬敌是狐飞, 不过他这么想就想错了, 他怎么知道琴拿和轻功这两门, 也正是袁子依的专长绝技, 他如果见过袁子依和易吉, 在维杆顶上斗边的时候, 那一路上乘的轻功, 他也不会跳上梁亭顶, 袁子依有意隐藏自己轻功绝技, 即是老老实实地跳上挺顶, 喝了声, 看招, 跟着一双手, 十只授指弯成鹰爪这样的邪身撲击, 权术的爪法大体上分为龙爪, 虎爪和鹰爪三种, 龙爪呢, 就四指合买, 手指弓是伸展, 碗关子就屈向手心, 虎爪是五指各自分开, 第二第三指骨就向手心弯曲, 鹰爪是四指拍买, 手指弓是张开, 五指的第二第三指骨就向手心弯曲, 三种爪法各有所长, 以龙爪功最为深奥难学, 周铁朝见他所使的果然是本门的家宋, 我心想, 你用古古怪怪的武功, 我都有一点镜镜的, 你真的使鹰爪硬行功, 那不就自尋死了? 于是双手也弯成鹰爪, 反手勾打, 大家都往起头来看, 只要两个人轻身跳跃, 迫近的时候, 琴拿拆打几招, 立刻就退回去, 这一晚四场搏斗就以这一场最好看, 同时呢, 也以这一场最为空险, 月光之下, 在亭禅亭角, 两个人是直接好像一对神英一样翻飞搏击, 突然之间, 两个人迫在身, 咔嚓几声, 原子一一声呼唆, 周铁潮, 哇, 那大叫他在梁廷跌了落地, 周铁潮是怎样跌下来的, 就只有胡飞和曾铁勾看清楚, 因为他两个手脚太快, 在旁边观战的人没有人看得到的, 原来周铁潮在激斗之中, 使出绝招四眼南飞, 用连环腿连气踢对手四脚, 踢到第二脚的时候, 就被原子一用分筋刺骨手, 将他左脚刺掉了教, 因为他这一招是两只脚刺起比落, 中间就无法收得住的了, 左脚虽然受了伤, 右脚仍然跟着踢出去, 原子一对着, 膝头那一招踢了一脚, 右脚受伤更重, 关键那些人, 要他打下来的时候, 是肩头背脚落地先, 跌倒之后, 竟然站不回起身, 就以为他实在受了致命伤, 汪天岳大叫一声, 诗哥, 急急扑上去, 他扶起周铁潮, 就让他站稳, 但是周铁潮两只脚已经脚掉了教, 哪里站得稳呢, 汪天岳扶起他之后, 就放了开手, 周铁潮, 哎呀, 那么伸人一声, 又要跌倒, 郑铁欧低声, 吵了一句宠才, 立刻抢上前去扶回住, 郑铁欧的武功, 在鹰爪眼行门之中, 也算得是第一流的好手, 不过就不会推拿接吻的手术, 他抱着周铁潮就要走人, 周铁潮喝的声, 拿回鹰眼牌, 是呀, 郑铁欧立刻冲进梁亭, 伸手去桌面上拿回金牌, 突然头顶风声湿湿, 掌力已经临头了, 郑铁欧右手抱着师兄, 左手就来不及拿个牌, 然后反掌向上一格, 谁知这一格就隔空了, 眼前黑, 影了房, 有个人在梁亭顶啪的翻身下来, 将桌上那面金牌就拿着一手, 喝一声说, 打输了想赖仗呀, 这个人不用说了, 正是袁子依, 曾铁欧又惊又怒, 抱着周铁潮僵着站在那儿, 都不知道应该是跟袁子依拼命先呢, 还是请人去医大师兄先再说, 胡飞上前一步说, 周铁两个脚都脱了脚, 如果不立刻接上, 扑伤了筋骨了, 他都不等周铁两个人回答, 一伸手拉住周铁潮的左脚, 一推一耸, 咳一声, 接上好脚了, 接上好右脚关节, 然后在腰侧的穴道推拿了几下, 周铁潮当堂没那么痛, 就好了很多了, 胡飞对着袁子依身大手帆笑着说, 这个铜银银银牌没什么好玩, 你还是送回周大哥吧, 袁子依听他讲到也没什么好玩, 就甜甜的笑一笑, 将个金牌就放上手帆来, 胡飞双手捧着个金牌, 恭恭敬敬递到周铁潮面前, 周铁潮拿起来的牌说, 两位的好处, 姓周的有生之日, 终有报答之时的, 港元对袁子依和胡飞各望了一眼, 一扶着曾铁钮转身就走了, 他望袁子依那眼, 眼光之中充满了仇恨, 只看胡飞那一眼, 他流露出感激之情, 袁子依一点都没在意, 扁扁的嘴, 立即戳到眼眉, 向着洗雷镇党那个楚公说, 楚大爷, 你这半个掌门人, 我们还较量不较量啊? 到了这阵时, 楚公再笨了, 都有三分自知之明了, 知道自己这几手功夫, 怎么都不是他的敌手, 于是抱拳行礼说, 必派雷殿换游家司执掌, 在下怎样自居掌门啊? 姑娘如果肯赐教了, 就请家临财北, 家司一定十分欢迎的, 他这几句说话不抗不卑, 不过呢, 将责任都推卸给师傅那里, 袁子依笑了两声, 左手摆几摆, 还有哪一位想赐教啊? 恩仲祥这帮人一起抱拳行礼说, 胡大爷再见啦, 转身就行, 人人都满腹疑团啊, 都不知道这个武功这么高强的少女, 到底是什么怒诉呢? 胡妃是亲自送那些人去到大门口, 当他回到花园的时候, 突然哇滚, 那行到个大雷, 单个头一看, 只见乌云满天, 已经将个月光遮到实了, 袁子依说,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弹竭祸福, 想不到胡大哥游客风尘, 一到了京师, 就面团团做起傅家雍来了, 听他一提起这件事, 胡妃者及怒火冲天, 袁姑娘, 这座大屋是姓凤那奸人的产业, 我如果在这间屋树站多一会儿, 都会弄脏了自己, 告辞啦, 回头对程宁嫂说, 姨妹, 我们走, 袁子依说, 三更半夜, 你们要去哪里啊, 你不见什么, 天都变了, 一场大雨说来就来的啦, 说话刚刚讲完, 黄斗这么大一颗的雨点就洒落来, 哼, 就算露宿街头, 都好过在奸贾的屋蟬下避雨, 讲完, 蹬蹬蹬地走出去, 程凌素跟着他走, 突然间, 听见袁子依说, 奉天南这个奸贾, 真是死有余辜, 我恨不得亲手割他几刀啊, 胡飞站定脚, 回过头来说, 你现在又来说风凉话干嘛呢, 胡大哥, 我对这个奉天南的仇恨, 胜过你一百倍啊, 你只不过仇恨了个几个月而已, 我已经仇恨了他一世了, 胡飞听他说得好悲痛, 一点都不像是假的, 不禁大为惊奇就问他, 既然是这样, 我几次要杀他, 为什么又几次都要救他呢? 是三次而已, 他不会有第四次, 没错, 是三次了, 那又为什么呢? 两个人说话的时候, 大雨已经哼哼哼哼倒水那样倒, 把三个人身上的衣服都淋到湿透, 袁子依说, 你难道要我淋着大雨慢慢解释你听吗? 你就算不怕雨, 你妹妹身子那么弱, 难道她也不怕? 胡飞说, 好了, 二妹, 我们进去先来说吧, 于是三个人进去书房里面, 书童点了蠟燭, 还送了香茶点心泥, 然后走回出去, 这间书房陈测是极之雅致, 挖住东墙有两颗书架, 放满了图书, 西边一排长窗, 窗外陆足掩影, 还隐隐送来桂花香气, 南墙上面挂着一幅董奇窗的侍女图, 还有一副对联, 是竹之山的行书, 写着白落天的两句诗, 红蠟燭以桃叶起, 指罗三栋托之来, 胡飞的心一直在想着, 原子依那几句奇奇怪怪的说话, 完全没有留心什么书画, 何况他读书很少, 就算看了也不明白, 知情零素在心算默默地读了两次, 看了一眼桌上的红竹, 又望了一眼原子依身上的紫罗三, 他的心灯, 对联上面这两句说话, 好像就是为了此情此景而设的, 那我肩在中间来就算得什么呢? 三个人默默无言就割怀心事, 只听见窗外的语点, 打在连叶竹叶上面, 嘀嘀答答, 竹类就慢慢地流, 情零素拿在竹台旁边的银筷子夹在纳竹心, 书房之内有一片寂静, 胡飞自小就漂泊江湖, 好像这样陪着两个红妆嬌女, 在书房安安静静坐在树, 确实是生平第一次, 过了很久, 原子依望着窗外的语点, 就慢慢地将她的身世说出来, 原来在二十年前, 在广东佛山镇附近乡下, 有一个姑娘姓袁的, 叫做银姑, 生得好漂亮, 虽然肤色黑黑的, 但是微青木兽非常之进俏, 佛山镇那些青年子弟, 就给她改了个花名, 叫做黑茅丹, 她家里是一户打鱼人家, 每朝早她就担着鱼, 由乡下送去佛山鱼篮, 有个日, 佛山镇的大财主佬奉天南请饭, 银姑担了一口乡送去奉府, 哎,真是天日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祸福, 就好像一朵鲜花的原银姑, 偏偏给奉天南见到, 奉天南本来已经是妻妾满堂了, 但是仲不严重, 见到银姑生得漂亮, 竟然硬硬就奸污了她, 银姑心放意乱, 连余钱都没收, 就扔回家, 谁知就是这样一次冤孽, 银姑就有了人, 她父亲发觉了, 问明了情形, 就走去奉府港礼呢, 奉天南不但不认账, 反而大发脾气, 说她是全心敲诈勒索, 叫家庭独打她一餐, 银姑的父亲恨到一肚气回到家, 从此就得了病, 拖了几个月, 终于就死了, 银姑的叔伯呢, 说她害死亲生老爸, 就不准她带校, 又不准她对着老豆腐棺材扣头, 还要用猪笼入给她, 丢她落河浸死, 银姑的六夜逃跑去佛山镇, 躲起来就熬了几个月, 生了个孩子女儿, 在佛山扣黑食过日, 佛山的人可怜她的遭遇, 时不时都撕死钱, 米来周祭她两母女, 那些人背后, 自不然当然是讲衰那个冯老爷, 说她没有陰功, 害得别人这么凄凉, 抵她生儿子没有屁肤, 凤天南是财虹世大, 谁都不敢当面提这件事, 佛山镇鱼篮里面有个伙计, 一向跟银姑都很谈得迷, 心一直都偷偷地喜欢她, 现在银姑有了这么不幸的遭遇, 她不但不嫌弃, 还托人去跟银姑说, 要娶她为妻, 还愿意认她的女儿, 当做自己的女儿, 银姑自不然很欢喜, 两个人就拜堂成亲, 谁知道有些坏人, 就托冯老爷大脚, 将这件事稳告给冯老爷知道, 冯老爷就发恶了, 说他岂有此理, 什么鱼篮的伙计, 这么沙胆, 连我要那个女人都敢要, 立刻派了十几个徒弟, 去那个鱼篮伙计的家, 将在那里喝起酒的人赶清光, 将台椅床铺造斧打得熔熔烂烂, 但还将那个鱼篮伙计赶出佛山镇, 说从此就不准她再回佛山了, 袁银姑脱了新娘衣服, 抱着那女儿, 立刻离开佛山去追着她, 那晚呢, 那天都好像有意为难她两母女那样, 落起倾盘大雨, 淋到那两母女好像落汤鸡那样, 在庞陀大雨之中, 袁银姑又滑又跌, 走了十几里路, 忽然见到大路上有个人趴在地上来, 他以为是个醉酒佬, 就好心想扶他起身, 谁知走下去, 蹲下头一看, 这个人整面都是血绸, 就死了, 竟然就是那个跟他拜了堂的鱼篮伙计, 原来凤老爷就派人在伴佬等他, 害死了他, 银姑真的伤心到极点, 不想做人了, 他用手挖了个坑, 埋了丈夫, 接着就想跳河至尽, 但是怀里面的苏坑女, 呜呜呜呜呜哭得很可怜, 你说带上那女儿一起跳河死, 那又怎么忍心害死亲生女呢, 撇低他, 这个孩子女儿留在大雨之中, 也是死路一条的, 他事前想后, 咬住牙关, 终于抱着女儿一路向前走, 就决心把女儿让大, 原子依说到这里, 吐了个大气停了口, 程灵素听到眼泪溜流, 见原子依停了, 还不说下去就问, 原姐姐, 后来又怎样啊, 原子依用手巾仔, 抹下眼角微微一笑话, 你既然叫我做姐姐, 就应该拿些解药给我吃了吧, 程灵素有点面红了, 他说, 原来你早就知道了, 就浸了杯清茶, 在手指甲上弹了些淡黄色的粉, 放些茶树, 原子依说, 妹妹真是好心了, 早就在指甲里面预备了解药, 想神不知, 鬼不觉敢给我吃, 讲完, 拿杯茶一饮而尽, 程灵素说, 你中的也不是什么致命的毒药来的, 不过要你大病一场, 有几个月不精神, 等胡大哥去杀那个奉天南的时候, 你不能够再出手去救他而已, 原子依说, 我早就知道中了你的毒手, 不过你怎样放毒的, 我始终想不到, 入了这间屋之后, 我没喝过一口茶, 没吃过半剑点心的, 程灵素说, 你跟胡大哥打的时候, 我扔刀给大哥, 那把刀的刀刃上有一层薄薄的毒粉, 你的软边上面黏了, 你的手就黏了, 等一会儿要将刀和软边用清水洗干净才行, 程灵素说完, 就站起身来, 恭恭敬敬对原子依行到的礼话, 原姐姐, 我和你认错了, 我不知道这件事原来这么曲折的, 原子依起身还礼话, 不用客气, 多谢你手下留情, 放的不是致命的毒药, 那两个人相对少了少, 各自坐回来, 那大家又沉默了一会儿, 胡飞说, 那说, 奉天南就是你, 是你的, 原子依说, 没错, 银姑就是我妈妈, 奉天南就是我亲生父亲了,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请你下回分解, 前文在族的书节上一回, 话说原子依将自己的身世, 讲给胡飞和程灵素听, 她说, 银姑是我妈妈, 奉天南就是我亲生父亲, 她虽然害到我妈妈对我这么惨, 但我师父说, 人无父母, 何有此生呢, 我拜别师父要来中原的时候, 师父吩咐我, 你父亲作恶多端, 必定不得好死的, 你就救他三次命, 来了结父女之情, 从此之后, 你是你, 他是他, 一些关系都没有了, 在佛山镇北帝庙我救了他一次, 那晚在湘飞庙救了他一次, 今晚又救了他一次, 下次如果再撞在我手上, 我就杀了他, 为我死去的苦命母亲, 报仇雪恨, 情灵嫂问, 灵堂过了世了吗? 我妈妈对我离开佛山之后, 一路黑色向着北方走, 他又一心离开佛山越远越好, 永远都不跟那个奉老爷见面, 永远都不再听到他的名, 他一路流落了几个月, 那后来到江西省南昌府, 在一家姓汤的家里做工人, 胡飞说, 哦, 江西南昌府汤家, 不知道跟那个金林卫七省汤大俠, 有关系没有呢? 我妈妈, 就是死在汤, 汤大俠家, 我妈妈死了之后第三日, 我师父接了我去, 带了我去回疆, 隔了十八年, 到现在我才要回来中医院, 不知道是专丝的高姓大名, 原姑娘各家各派的武功无所不惠, 无所不精, 鑽尸必定是一位抗世难逢的奇人, 苗大俠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 看来, 也不见得有这么高的本事, 我师父的姓名, 因为未得到他老人家的许可, 暂时不能够说, 你原谅我啦, 还有我自己的名字, 也不是真的, 没多久, 胡大哥和程妹妹自然会知道的了, 至于那位苗大俠, 我们在回疆的时候, 我也听过他的大名, 当时红花会的无尘道长好不服气, 一定要来中原和他较量一下, 但是赵半山赵三叔, 赵半山知道其中的来龙去墨, 就说苗大俠所以用这个外号呢, 就不是狂妄自大, 是另有苦衷的, 听说他是为父报仇, 特意要激辽东一位高手去找他, 后来江湖上纷纷传言说, 他已经报了父仇, 曾经好几次当众宣称, 缺不敢再用这个名号了, 他说, 什么打遍天下无敌手, 这个外号狗屁不通, 大俠胡一都的武功就比我高强得多了, 胡飞的心头一动, 苗仁峰真的说过这个话? 我当然没有亲耳听到啦, 是照赵半山说的, 无尘道长听这句话, 就速动起洪心, 又想去找那个胡德都来较量一下, 后来探听不到这位胡大俠在什么地方, 又只有算数啦, 那年, 照赵半山来到中原遇见了你, 回到回江之后, 十分称赞你英雄了得, 不过那时候我年纪还是小, 他们说什么我也不明白, 这次我来中原, 文事审就要我骑着他那匹白马来, 他说, 如果遇见那位姓胡的少年豪杰, 就将我这匹马送给他啦, 那, 哦, 你问文事审是谁, 他跟我素不相识, 为什么送这么重礼给我呢, 讲起文事审, 当然江湖上好出名的, 他就是奔雷守文泰来文事宿的夫人, 叫做乐兵, 江湖上都叫他做鸳鸯都, 他听赵半山说你在商家堡大破铁厅的事, 又听说你好喜欢这匹白马, 当时他就埋怨赵半山说, 三哥既然有这么英雄的人物, 你为什么不将这匹马送给他呢, 难道你赵三爷结交得少年英雄, 我文事娘子就不结交得呢, 那, 胡飞听了, 那才明白原子衣鬼那客店留下简帖, 说什么骂归原主, 原来是这样的意思的, 我心对乐兵非常感激, 胡飞又问, 赵三哥好嘛, 你和他事情了结了, 我就去一趟回疆, 一来去探访赵三哥, 二来, 想去拜见各位前辈英雄, 原子衣说, 你不用去了, 他就快来了, 哇, 胡飞听见真是高兴啊, 用手在桌上一拍, 站起来来, 哎呀, 那心啊, 好像有东西拗下拗下那样, 情灵素知道他心水了, 就说, 我和你拿酒来, 就出去吩咐书童, 拿了七八瓶酒来, 胡飞连去喝了两瓶, 他问, 赵三哥他们几时到啊, 原子衣就正经起来, 他神情正重地说, 再过四日就是中秋了, 是天下掌门人大会的正日, 这个大会是福康安召集的, 他是兵部尚书, 总管内务府大臣, 执政天下兵马大权, 皇亲国戚各个都归他管, 为什么事要来跟江湖上的蠔客打交道呢? 胡飞说, 我都一直在考虑这件事, 看来, 他是要望罗天下的英雄好汉被朝廷驱使, 就好像, 就好像皇帝用考状元, 考晋士的法子来笼络读书人一样那样, 没错, 福康安开这个大会, 亦都是想用功名利路来引诱天下的英雄, 但他另外有一件切肤之痛, 爱人就不知道了, 他曾经被赵半山, 文四叔, 无尘道长他们俗语过, 这件事你知不知? 胡飞又惊奇又高兴, 滑滑滑喝了一大碗酒, 他说痛快, 真是痛快, 这件事我没听说过, 无尘道长, 文四爷他们这么英雄, 真是令人清道, 原子依笑了, 古人用汉书来送酒, 你是用英雄豪杰大快人心的事来送酒, 如果说起文四叔他们的作为, 你就算是千杯不醉, 都要你烂醉三日, 胡飞倒没了一碗酒, 他说, 那好啊, 你说吧, 这件事说了上来就长篇了, 一时之间也说不远, 大概是这样的, 文四叔他们知道福康安好得当今皇帝乾隆的宠爱, 因此就将他捉了他, 威胁皇帝重建福建少林子, 还要答应不伤害红花会, 分散了各省的好汉朋友, 这样才放他出来, 胡飞出力一拍大腿, 我知了, 福康安当然认为是奇耻大辱, 他召集天下武林各家各派的掌援人, 就是想和文四爷他们再缺痴红, 是不是呢? 对了, 这件事你估中了一大半, 福康安预计今年秋末冬初的时候, 文四爷他们就要来北京, 所以预先召集各省的武林好手, 他自从在十年之前, 碰到那次大阪之后, 才明白他手下的兵马虽然是这么多, 但是还是不够力量和武林豪杰为敌的, 胡飞拍着首长说, 你抢这九家伴掌援, 原来要杀他一个下马威先, 我师父和文四叔他们的交情好深, 但是我这次回来中原, 是为了自己的私事, 我先不先去广东佛山, 想看下那个冯老爷到底是一个什么的人物, 亦是机缘巧合啦, 不但救了他条命, 还探听到天下掌援人大会的消息, 但是我要做的事情还未完, 又不能够回去回疆报信, 于是, 也不怕胡大哥你见笑啦, 一路由南到北, 胡闹来到北京, 等福康安知道, 他开那个什么东西, 掌援人大会, 亦未必有什么用的, 胡飞的心不动, 看来, 赵三哥在那些人面前, 将我夸掌得紧要过头, 这位姑娘不奋弃, 所以一路上, 处处来整顿我, 于是胡飞说, 还有, 等赵半山他们知道, 那个姓胡的少年, 未必真的有什么本事的, 原子意揭揭声地笑, 他说, 我们由广东一路较量到北京, 我都不能够占到你的上风, 胡大哥, 日日我见到赵半山的时候, 你猜我会跟他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啊, 我会说, 赵三叔, 你的结拜兄弟名不虚传, 果然是一位英雄好汉, 胡飞就慢慢想不到, 这个一直跟自己作对为难的姑娘, 竟然会当面称赞自己上来, 这刻整块脸都红了, 觉得好不好意思, 这个心呢, 啊, 又甜蜜, 又舒畅, 由广东直到北京, 风尘瀑瀑瀑关山千里, 胡飞的心里面, 总不免有点迷迷茫茫, 又有点生气, 今晚将这些事情讲清讲楚, 什么误会都没有了, 你说胡飞有什么法子, 不在三分酒醉之中, 又加多三分心醉呢? 这个时候, 窗外的雨声已经小了, 一支蜡烛叶上下点圆, 胡飞又喝了大碗酒, 他说, 袁姑娘, 你说有点事还没做完的, 不知道有没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呢? 多谢了, 我想不用请你帮忙了, 讲完, 见到胡飞的表情好像有点失望似的, 他就说, 如果我自己解决不了, 我一定找你和晴妹妹帮忙的, 胡大哥, 再过四天就要开掌援人大会了, 我们三个去到大会搞他一个落花流水, 演出三英大闹北京城里, 你说好不好? 妙极, 妙极, 如果不搞我这个掌援人大会, 召三哥文四爷和文四审, 那他们结果我这个小子有什么用呢? 情灵素我一直在旁边听, 一直都没出声, 到现在终于开口了, 双英贸北京都已经够了, 又拔我这个无忠用的家伙做什么呢? 袁子衣一手抱着她的受伤的肩头说, 情妹妹千万不要这么说, 你的本事胜过我十倍, 我只是敢讨好你, 真的一点都不敢得罪你的, 情灵素一怀里面拿出那只玉凤凰, 他说, 袁姐姐, 你和我大哥之间的误会而讲明白了, 这只玉凤还是你拿回了, 要不就两只凤凰都给了我大哥了? 袁子衣打个突, 他小小声说, 要不就两只凤凰都给了我大哥? 情灵素先头说这句话的时候, 本来就没有什么其他意识的, 即是说袁子衣的品贸武功都是头等的人才, 一路上, 听胡飞言下之意, 早就情不自禁地对他十分倾心, 不过因为他几次搭救了冯天南, 我心感才打了这个烈, 今天不但消除了误会, 而且双方说了上来, 还大有渊源的, 那还有什么障碍的呢? 没有的了, 但是听袁子衣将自己这句话重复地说了一次, 似乎是自己与大相关, 有二女共事一夫的意思, 哎呀, 他面又即时红起上来, 他说, 不是, 不是, 我不是这个意思, 袁子衣说, 不是什么意思? 哎呀, 程灵素是怎么能够解释出来的呢? 但是又急又丑, 差点要流出眼泪, 袁子衣说, 程妹妹, 你在那把单刀上面, 为什么不下那些致命的毒药呢? 情灵素双眼含着泪水, 他说, 我虽然是独守药王的弟子, 但是生平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 难道我能够随随便便地害你吗? 何方, 何方你是他的心上人, 他经常除了吃饭, 睡觉, 念念不忘, 就是在那里想着你, 我怎么会真是害你的呢? 说到这些致命的眼泪终于夺康而出, 袁子衣窒了窒, 啪声站起身, 飞快地望着胡飞一眼, 只见他的表情显得极之尴尬, 情灵素这番说话, 突然吐露了胡飞的心事, 实在是带出胡飞意料之外, 当然非常狼狈, 袁子衣咬咬嘴唇, 他跟情灵素说, 你放心, 怎么都不能够两只凤凰都给他了, 卖然间他手一样, 啪啪声, 啪声之蜡烛, 跳枪而出, 跳上屋顶, 啪啪啪啪, 走了, 胡飞和情灵素都吃了, 怕, 马上走去窗口望出去, 只见雨停月出, 银光射地, 袁子衣已经不知去向, 两个人的心都在搭袁子衣临去的时候, 那句说话, 你放心, 怎么都不能够两只凤凰都给他了, 那两个人一旦站在黑暗之中, 胡飞说, 这里除了我二妹之外, 就没有帝国人了, 聂兄请进来喝杯酒吧, 因为姓聂的武官单名一个月字, 聂月, 那天胡飞没有毁坏她的宝剑, 她的心里一直都很感激胡飞, 当袁子衣和秦内智, 黄剑英, 周铁朝三个人打斗的时候, 她见到胡飞暗中有偏袒袁子衣的意思, 所以她始终都没出声, 现在听胡飞这么说, 有屋顶跳下来说, 胡大哥, 你有位旧朋友叫小弟来, 请胡大哥过去谈一下, 我的旧朋友? 谁啊? 小弟奉命不准泄露, 请你原谅, 胡大哥见面就知道了, 胡飞望了程凌素一眼说, 你在这儿等我, 天光之前我一定回来的, 程凌素转身拿起她的单刀说, 带不带兵器啊? 胡飞见聂月都没带剑, 他就说, 既然是旧朋友叫我去就不用带了, 于是两个人又带门口出去, 原来门口外面, 有一辆两匹马拉的马车停在一处, 车身游了金色非常华贵, 胡飞想, 难道就是奉天南这个玩的什么诡计? 哼, 你这次再让我见到他, 就算凶手我的一掌打死他, 那两个人上车坐好, 车夫一发马边, 两匹进马起脚就行, 那些马蹄踩在北京城大街的青石板上面, 几几个咬咬咬, 晚上听起来就憤怀响, 在京城里面, 晚上本来就不准行车跑马, 但是巡野的冰丁看到马车前面的红色武士登笼, 这一刻打侧身站在街边, 让的马车过去, 那我走了半个时辰 那马车就在一部白粉墙前面停住 聂越跳下车先 但胡飞又有一道小门走进去 顺着一排鹅春石铺的花径 走进一座花园 这座花园的规模极之大 花木繁茂 亭角回廊假山池塘 一处处的景色真是看之不尽 亭角之间很多都点住沙登 胡飞想 逢天南这个东西真是神通广大 这座花园 没有一二百万两银都米纸 买得到手 他在佛山迫迫迫的阴公钱 真是不少 但是转念一想 又怕不是逢天南这个奸贾 他力气得极 都不过是广东一个土豪恶霸 怎么能使得动聂越这些有功名的武官呢 正在想着的时候 聂越带他转过一座假山堆成的石像 就过了一道木桥 走进一座水角 水角里面点着两支红蜡烛 桌上就摆着香茶点心 聂越说 跪有即刻就来的了 小弟在门外面等你 讲完就转身出门 无非看下这座水角的陈切 只见精致雅杰 一片富贵的景象 孙武门外那座大谷本来已经算是华丽的了 但是和这座水角相比 真是一个在天 一个在地 没得比 西墙上面挂着一张条幅 用正楷写一篇装纸的雪剑 下面署名的 竟然是当今乾隆皇帝的仔成亲王 胡飞浏览了一轮 忽然听见背后脚步声 微微有香风撲鼻 他回过身来 见到一个美貌少府 身穿浅绿沙衫含绍 那样站在那儿 是谁呢 是马春花 胡飞访然大悟了 那样就 原来这里是福康安的府邸 我为什么想不到呢 只见马春花上前行了个礼 笑着说 胡兄弟 想不到我们又在京师见面了 请坐了 讲完 亲手捧茶 又在果盒里面 拿了几件美点心 放在他的面前 我听说胡兄弟 来了北京 真是高兴 急着要见见你 要多谢你 那次保护我的恩德 胡飞见到他 笨边插了一朵 小小的白涌花 算是同徐增大孝 但是衣色华归 神情就喜喜扬扬 谁是新生死了丈夫的寡妇 无恙呢 于是他说 其实都是小弟多事 早知是福大帅派人来接徐大嫂的 也不用在整屋里面担惊受怕 这么无谓 马春花听他 称呼自己 做徐大嫂 他的臉眉眉一红 他说 不管怎样都好 胡兄弟你意气深重 我总是十分感激 叫妈 叫妈 带公子爷出来 跟着有两个女僕 各人拖着个弟弟哥 在东门走入来 两个弟弟哥 对着马春花 叫了声 妈 就躲在他身边 两个弟弟哥的面貌一模一样 本来就非常可爱 现在穿着感受衣裳 挂着大玉 更加显得娇贵 马春花笑着问他们说 你们还认不认得胡叔叔啊 胡叔叔在路上 都一直帮着我们的 快点扣头给胡叔叔啦 两个弟弟哥上前 对着胡妃跪低 扣了个头 叫个声 胡叔叔 胡妃扶起他们 我心想 今天你们还叫我声 胡叔叔 再过没多久 你们就威风黑黑的 皇亲国戚 那时候就不认识我了 各位 欲之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